日本太空探测器破小号将环绕金星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 太空探测器破小号将环绕金星 破小号在2010年5月发射升空 这架太空探测器在星期一的早上8点51分 准备进入金星轨道 科学家想要研究金星的大气层 金星的大气层运转的速度比星球本身还要快 导致一种特别效应叫做超自转 科学家利用四台发动器 第二次尝试将破小号进入金星轨道 破小号将耗时两年探索金星 当第一次进入金星轨道失败时 破小号环绕着太阳承受剧烈高温及辐射 研究机构表示会需要几天的时间观察才会发表结果